这也是我们回了印度这么长时间以后 第一次回到阿延的老家的农村 这里是阿延的出生地 然后他们在现在太阳快日落之前 他们现在要在水里面站着 浑身浸湿 要把身上都浸湿 哈喽大家好 我们这么多一堆人又坐在车上 要出去老去阿延的农村 这次人更多 有十个人 但是这个车也稍微大了一点 这就是印度的风格 这一次要去印度的农村过节日 是的 你们没听错印度又又又又又过节日了 但是呢 这个应该是今年最后的一个节日了 再有他们说好像就是圣诞节这类的了 这个节日是阿延老家比哈尔邦 他们特色的节日 也是他们这边一年当中最重要的节日 据说排名地位比之前的排灯节还要高一些 是过在迪瓦利排灯节之后的六天以后 然后过这个节日 这期间呢 不知道是中间还有个姐弟节不是吗 然后还有个什么提前几天他们要拜审 所以呢就是中间只有一天的时间给我们吃了肉 也就是说回了老家迪瓦利之前不能吃肉 所以就回老家的这一个星期只吃了一次肉 然后我饿得狼蛙的 在就是这个节日的前两天晚上 然后我知道未来两三天又没有肉吃了 我就说问嫂子 我说我可不可以吃鸡蛋 然后嫂子呢想了一下 因为在我眼里觉得鸡蛋是素食 可是在印度眼里鸡蛋也是肉的 荤的 然后她说你可以做 但是你做完我再打扫一遍 就这样就干净了 我说好 然后呢我就给孩子又做了两个鸡蛋吃了一下 没想到呢 第二天就是嫂子她带着她的那个 请神的那些铺扎的那做仪式的东西 她就走了 她去她的婆娘家了 然后她一走呢 就是离节日更近的那一天 我们反而吃起了肉 因为阿妍知道我好久没有吃肉了 其实她应该也想吃吧 然后她就说我们今天晚上买鸡肉吧 我说no no no 如果你们今天吃肉 今天明天不是要拜神吗 你今天吃肉不是不干净了吗 嫂子知道她不在家里 我们吃肉会生气的 然后呢阿妍说没事 然后又问了婆婆 因为我觉得婆婆可能会更敏感这个事情吧 没有到我婆婆竟然说 无所谓啊 我一点事情都没有 你想吃什么都可以啊 然后阿妍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 嫂子不在家 我们全家开始吃了鸡肉 我知道我婆婆对这些事情 宗教的事情要求一直很少 但我没想到她这么开明 她说她的姐姐的那个家 她就是一直做铺扎 她还是自己要做这个 chart的人呢 然后她还家里会给孩子吃鱼 所以呢 她就是没有这方面的要求 然后刚才这个视频应该有几处 大家能看到很多人在一路跪拜 就走一步 然后被拜一下 再往前走一步 冲着太阳的方向再拜一下 这个节日呢 应该就是拜太阳的 每年很多人都是这样 就是走路到各个地方去拜 这个他们认为最虔诚吧 然后现在呢 就到了阿妍的农村了 这个奶奶呢 据说是阿妍的爷爷的妹妹 是这个村子里最老的人 阿妍每次来呢 她都会捧着阿妍 一顿亲啊 一顿什么磨呀 什么的 大家可以看看 她能摸到我婆婆 我婆婆都不自然了 话说回来 我婆婆以前这个节日 是要住在农村的 这几年她觉得住不下农村了 在农村睡不着觉了 然后她就这个人 一直在好好的拜拜 好孩子好孩子 然后怎么样的 然后也拜拜 就摸一摸我的婆婆 我摸破明显就是非常害羞 阿妍给了她一点钱 感觉特别的亲切 然后再往前走呢 就是摸西 就是摸西嘛 大家都认识 阿妍的阿姨 也是阿妍的婶婶 过来找我们来了 然后她今年不做这个仪式了 以前不都是她来做吗 她身体实在是不好 换人做了 她过来接我们 然后这也是我们回了印度这么长时间以后 第一次回到阿妍的老家的农村 这里是阿妍的出生地 我们就只有过这个节日的时候 会来这个老家来拜 还有我结婚的时候 我也来过这里 这里有一个什么庙 什么神是他们村子本地的 所以我也来过这里拜过 接下来呢 就会看到很多人 在开始摸阿妍的脚了 都是她叔叔家的孩子们的孩子 就是她弟弟的孩子们吧 就来了太多了 本来是阿妍想给他们钱的 后来发现太多孩子了 然后她不认识 哪个是他们家的 哪个不是他们家 她觉得这样给的话 实在给不过来 就算了 摸西家 就是阿妍的这个婶婶家 他们生了三个儿子 然后他们的儿子 分别又生了三个 两个三个儿子 就是他们家全都是生儿子 阿妍家呢 就全都是一个女孩 一个男孩 一个女孩 一个男孩 这一家呢 全都是生儿子 所以就说他们家的 就是南方这边的基因是真强 简单的问候了几句 看一看家里 我们就开始往河的地方走了 这个地方呢 一般的头上顶着 做拜神的东西的人呢 他们是要光脚走的 如果你很虔诚的话 你也是要光脚走的 我们走过一段 就是农田的路吧 然后往前走 就到了那个拜拜的地方 我以前的视频 也给大家发过 去年大家阿妍也给大家发过 每年都是一模一样的仪式 这个节日就是家里的妇女 结婚的女人要站 就是派一个代表就可以了 因为这个条件很苛刻嘛 就是要在做这个仪式之前的 两天之前是不能吃饭的 做这个仪式的人 我们家里不能吃肉 他们是连饭都不能吃 就喝一点点水吧 然后他们在现在太阳快日落之前 他们现在要在水里面站着 浑身浸湿 要把身上都浸湿 然后冲着太阳的方向 一直在祈祷拜 明天早上的时候呢 在太阳日出之前 还要浑进到水里面 浑身浸湿了 然后再拜 一直到太阳出来 就这样的仪式 但是我来了这个农村以后 发现他们放鞭炮啊 真的好吓人啊 这个鞭炮的质量有点劣质 然后你分不清它往哪个方向崩 然后全都是农村的小孩 很吓人 然后第二天早上呢 就感觉雾霾也有点严重 一直放鞭炮 放了一个晚上 所以第二天早上呢 我就没有拍这个仪式 大差不差吧 都是孩子的女人们站在水里面 这样子对着太阳拜 具体什么含义我也不知道 反正阿言就说他们来说 这个是最重要的最虔诚的一个仪式了 他们这些拜神的东西都是要非常干净的 所以家家户户都用椰子水嘛 因为椰子水是没有受过污染的嘛 很干净的水 现在呢就是他们一直在放音乐 阿佑和提亚呢在跳舞 孩子真的是到哪里都可以高高兴兴的 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咱们下期再见